好 我們現場這個舉牌一下好不好 因為現在很多人會很糾結說 我到底要一次領 還是我每個月領 剛剛說活越久我會領越久 一次領我可能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明天跟意外不知道什麼時候來 你們的選擇是什麼 一次領舉yes 舉綠牌好不好 你想要這個每個月領的話 舉紅牌 請舉牌 一次領每個月領 你們好糾結喔 是什麼都想要 等一下 你選得最快 小胖 因為我的方式 因為我職業的關係 會有個狀況是 我不太相信說 政府說我要去提拨那個不會不會倒 像我一樣一定是歧視 入袋為安 我一次一定把他領回來 放在我口袋才是錢 不要放在那邊說 到底可不可以領 或是他會不會倒 每天提心吊打 我交的錢或是我的權利 我的權利不見了 那會有個狀況是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寧可放在我口袋裡面 我慢慢的花 我怎麼花是我的事情 你不相信政府 對 所以想我們來 客人給你小費才是小費 客人沒給你 還有 客人今天會不會給我那個小費 這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專業的觀點 燕你幫他算一下 他想要一次領 會好嗎 我真的覺得小晃島應該把這集通告費捐出來給 給節目製作單位給我 因為小胖的這個投保薪資是45800 最高的 其實最高的一個級距 然後他現在很糾結是他到底要一次領還是要月月領 雖然他內心選的是一次領 那您現在是五十幾歲嗎 五十二 對 好 我就是按照他的條件 幫他做了一個試算 老實說這不是我自己算 這試算軟體算的 因為我們這個要算那麼多相關的一個東西 其實是滿複雜的 好 那如果說呢 他是65歲來領的話呢 大家可以注意看喔 一次領的金額是229萬 那一個月領的話呢是32000 這樣子好像還感覺不出來 他的一個相關的差異性到底在哪裡 那可是呢 如果說你是66歲才領 我們的這個制度有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說你65歲可以領 可是呢 你不是在65歲領 而是66或67歲領的話 這個叫做呢 展延年金 意思就是反而是你每個月可以領的年金變多了 所以聖福反而是鼓勵你 老一點的時候再領 因為政府也擔心呢 這個破產的一個危機會發生 所以如果你是66歲才領的話 你一個月要領的 就是可以領到的是34000 所以比你65歲的時候開始領的 一個月呢 大概就是多了2000多塊 那我覺得這對小胖子來說也是 可以吃很多滷肉飯吧 對 所以他可以考慮一下 看是不是 如果經濟能力真的很夠 也許68甚至到69 因為69再領的話 一個月是4萬 就好像跳蠻多的 好 那剛剛又提到說 那到底是一次領還是每個月領呢 我也幫他試算了一下 如果說呢 他是選擇 每個月都領的話 一個月是三萬二 那經過六年之後呢 他總共可以領的金額是 兩百三十二萬 就比他的一次領還要多囉 就超過了他一次領 所以那個重點的密碼就是呢 你要活到七十一歲 來問一下譚老師 你現在滿特別 你的狀況是 你勞保年金不是用這個 年金來給付勞保的部分 對 因為 其實那時候林醫師走的時候 他已經保勞保三十一年了嘛 對 所以他時間是很長的 所以那個時候 勞保就有讓我們選擇 就是一次領 或者是領這個遺暑的年金 那我呢 那時候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幫忙滿大 因為我那時候小孩子才 小 播中一年級 然後要生二年級 現在都已經大二了嘛 那那時候呢 他就告訴我說 我的小孩可以一直領 領到二十四歲 那我就可以領到我死掉這樣子 所以我就選擇那個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那我的勞保呢 就不能這樣子領了 就必須一次 就是等到我要退休的時候 那就必須一次去領他 所以我比較沒有 這個什麼月退啦 或者是說 這個年就是說 或者是一次領的問題 是會這樣嗎 就是你先生的遺囑年金 你是可以繼續每個月領的 但你自己的勞保 就變成只能一次領 是 是 那時候就是這有一個法規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我已經很感激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就是已經國家很照顧我了 因為我孩子就一路可以 他念書 我覺得他就沒有什麼問題了